扬名胜之不武 报王世龙在总决赛期间 与辽宁篮球的媒体人 是深夜醉酒撸串细节曝光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近期大家高度关注的CBA总决赛期间 被广大的浙江球迷和辽宁球迷 一直在热议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在总决赛G3开打之前的时候 当时呢 浙江筹州啊 全队是抵达沈阳 抵达沈阳之后呢 浙江队的主教练王世龙 大家都知道他是辽宁人 所以说呢 来到了家乡 回到家乡之后呢 肯定啊 会受到一些朋友的邀请 在这个时候呢 王世龙啊 被爆出在深夜 总决赛G3前 深夜啊 与辽宁台的主持人小马等人啊 是完成了一次深夜聚餐 这一次聚餐中呢 大家不仅是欢快畅聊 并且也是畅饮 对吧 在王世龙旁边 就放着一个酒杯 杯中 放着满满的啤酒 那么这就能够看出 王世龙在这天晚上 应该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是喝了不少的 而且通过面色来看 也已经喝得到位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让很多的浙江球迷 就表达了对于 王世龙的不满了 虽然说 王世龙回到家乡 与自己的朋友 是吧 受到邀请之后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分个时间节点啊 如果说你常规赛 可以 常规赛来到沈阳做客 不管你比赛输赢 都能接受 对吧 这个时候你比赛前一天晚上 你来受到朋友邀请 出来聚个餐 是吧 见个面 是吧 促进一下感情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今呢 到什么境地了 你的总决赛 你的两个主场都丢掉 连输给辽宁队两场了 而且这个时候 你打的是总决赛 总决赛 7局4胜值的比赛 如果G3 你能够打回来一场的话 这个系列赛还有的救 但是你G3 你再输的话 你这个系列赛 就盖棺定论了 但是王世龙 似乎他并没有 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备战G3上 而是在深夜 利用这样一个时间 出来与自己的朋友 尤其是辽宁媒体人 出来进行一个聚餐 那么深夜畅饮 那么你畅饮结束之后 你回到球队 你还有时间 再去研究对手录像 研究对手第二天的布置 研究第二天 你的球队如何 去更为细化的 应对这场比赛吗 你没有时间 估计你没有那个精力了 所以说你造成了 这两球队 在G3这场比赛 惨败26分 对吧 如果说你在头一天晚上 正常来讲 在备战总决赛期间 每一支球队的主教练 基本上研究对手录像 研究对手过去 G1G2比赛 这种比赛的分析 是吧 你都得研究到凌晨两三点 甚至三四点 才能够去睡觉 但是王世龙呢 你却在晚上 去跟自己的朋友出去 喝酒聊天畅饮 那么很显然 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让很多球迷无法理解了 对吧 你这个时候 虽然说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了 对吧 很亲切 但是呢 你毕竟这个时候 你作为的是浙江队的主教练 你应该为了浙江篮球的荣誉而战 王世龙的这样一个做法 很显然 确实是不太合时宜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就让很多球迷说了 那么这一次辽宁发布的这些媒体人 他们去邀请浙江队的主教练 出来喝酒的话 那么这是不是杨明安排的呢 其实我个人来看 这肯定不是杨明安排的 对吧 人家杨明的球队 目前在总决赛 他是大比分领先 而且球队整体的势头啊 实力啊 都是占据了上风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辽宁队完全没有必要去使用这些盘外招 对吧 首先 杨明和辽宁队肯定是无辜的 这一点我们肯定要排除要 那么 其次 辽宁媒体人 他们去邀请王世龙的话 肯定是出于他们个人的行为所在 对吧 就是想促进一下感情 但是在这种促进感情的情况之下 只是说 无心插柳柳成英啊 导致了浙江队 他们的备战受挫 让浙江队在头一天晚上 对于辽宁队的一些战术分析录像等工作 做得不够细致 从而导致浙江队在G3 输得体无完肤啊 意味着王世龙 他已经成为了这支球队 最大的失败者 对吧 所以说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所做出的这样一个不理智 不冷静的行为 很显然让球队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那么杨明在浙江杭州期间 他晚上有没有出去深夜去喝酒呢 肯定是没有的呀 如果杨明晚上 如果也出去跟浙江的朋友们 一块出去喝酒 喝到深夜 那么估计辽宁队 他也不可能在客场拿到两点上 对吧 所以说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但同样也能够让大家看出来 在王世龙 他的这样一个不理智的行为之下 让浙江队没有打出他们应有的战斗力 没有发挥出这支球队最强的实力 所以说杨明的球队 击败了一支并非最强的浙江 也看上去有点生之不武的意思 但是没有办法 经济体育就是这样 当你自己都会主动犯错的时候 那么你的对手 在总决赛这种场次中 就不会再给你留下任何活口了呀